好了,那我们现在进到第二部分 那在我们接下来的部分呢 要麻烦同学今天讲座这些PowerPoint的图都不要照相 我们刚刚已经稍微提到了历史演绎法 很适合作为交流的一个媒介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这个交流所牵涉到的跨领域跟跨文化的议题 还有这个跨领域跟跨文化需要解决的听觉认知方面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刚刚简短的第一部分 其实涵盖了非常多的内容 学生在硕士两年的时间内 大家可以了解到原来演奏不仅仅是遵照的现代的演奏谱 所阅读的演奏版本 其实是我们要演奏者要了解作曲的一个方法 一个媒介 但是若是我们使用别人诠释的版本 其实是在演奏他人对于作品的了解诠释 演奏这件事情需要慢磨细盾 因此对于了解作品的内涵 现在的版本我们可以是用来参考 但是不可以是遵守的准则 诠释这件事情必须自己去找 而对每个人诠释版本必须是不一样的 才会呈现自己与作曲家的关系 才会有说服力 那学生在博士时期的时候呢 历史风格时代风格演绎 他除了演奏之外 我们要找到自己的音乐的语言跟特色 音乐理论 音乐学研究 历史文学跟哲学都要有一定程度的深究 在这样的磨练下 才会孕育出自己的音乐语言还有特色 所以当拥有音乐语言特色 就可以说是能够展现艺术文化的一部分 而多元文化以及跨领域的艺术活动 在台湾十分的活跃 观众与艺术家皆积极追求全面性感官的呈现 然而从研究者到艺术工作者 众人对于文化或领域间交流的含义认知 以及所使用的定义 还是需要再理清的 所以这里想请各位同学 在Google表单上面 可以给我一些回馈吗 我想知道 您觉得刚刚不单的影片 Opera Butan 是属于领域交流中的多重领域 还是领域融合 还是跨领域呢 那麻烦您勾选一下 你们Google表单上面填的 可以是你们的直觉 我这里稍微深入的解释一下 多重领域的面向呢 首先我们复习一下 刚提到了在音乐历史中 全才跟专才 不同专业上面的分和合 可以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 那个时候的音乐家同时 能在作曲演奏以及理论分析上 提出历史见解 但是同时也能创作跟演奏 直到十九世纪两次工业革命之后 各科分工越来越惊喜 在音乐的训练上面 也渐渐趋向于分科专业式的培养 尤其在十九世纪初起 欧洲和美国陆续成立了 许多音乐学院之后 表演作曲理论 音乐历史音乐学等 各学们分科类深入发展 也因此产生了许多 画时代的作品 还有音乐演奏者 然后另一方面 专业在各科分道摇摇摇后 直到二十世纪的时期 有时候会造成了一些音乐学者不懂的理论分析 作曲者不熟悉乐器的表现方式 表演者不知道音乐史 那音乐极星这一块专业呢 被化为爵士范畴 这些做到的现象 这个时候多重领域 它便是尝试以多面向 多角度的整合观点 来解决专才训练所造成的问题 以承接下一个时代的潮流 那多重领域的多重multing 它是针对一个现象主题 以不同的专业领域角度切入并比较 那领域间呢 它是属于单向不改变的状态 它只是针对这个主题 对它来切入比较 所以多重领域观点 或多重研究 在音乐上面的训练跟注意 促使了美国在1960年到1990年 甚至在国教高教的音乐课程升级上 掀起了一个转型的潮流 艺术教育协会联盟呢 在1994年并制定了一个标准 包括了音乐必须要了解艺术 以及其他艺术领域的关系 还有了解音乐与历史和文化的关系 所以以多重领域音乐治疗研究方面为例 便是以音乐与物理治疗领域 在相同的案例中进行比较 然而在以音乐领域与其他领域进行多重比较之前 你在音乐领域之内 必须已经有了全才的观点跟训练 才有可能跟别的领域做这样子的一个交流 那多重领域的另外一个静态面向 可以由个体出发来说明 例如说个体音乐家啊 我们常常知道个体的艺术家 他可以有多重身份 他可以是编舞家的身份 个体来带入这个角度来看 他同时还可以拥有舞台设计师 舞蹈设计师 多重摇滚音乐乐手等多重身份 所以他就是一个多重领域艺术家 那以领域来说 我们今天如果把那个个体 中间这个个体以歌剧来带入的话 歌剧就是多重领域静态面向的例子 歌剧制作呢 他就是由各个专业领域下的艺术家们合作 包括表演者舞蹈 灯光舞台设计 服装设计 乐团等 所以呢 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 歌剧在表演艺术领域里 原本他就富含了多重领域的特质 换句话说 歌剧就是多重领域的展现 可以理解我们以歌剧为全貌 可以窥探成在同时存在的每一个领域 因此歌剧中必然会加入 你在那个时代新的元素 所以在近几年歌剧中 我们会看到有科技媒体的运用 它是加深了歌剧在多重领域的诠释 但是它并不属于创新的多重领域的形式 或是领域的融合 所以总结 音乐领域要进到多重领域 不仅要建立于原有的专裁训练上 更要有全财的条件跟观点 那比多重领域更进一步的 就是领域融合 Interdisciplinary 那如图中的地形模式所示 便是在面对线下发生的实物问题 为了要探索解决方案的时候 综合各专业领域 协调领域间的合作 建立形成一致性的整体 领域融合具有互相的流动性 不像刚刚多重领域 它是静态不流动的 在领域间交换相似性 并尊重差异性的过程中 产生新的思维 而对原本的领域研究方式 产生建构式回馈的影响 譬如在面对 专研西方古典音乐的研究者 普遍缺乏音乐极星的能力的问题 所以我们把音乐极星 把它当做成一个实物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结合美术史 神经医学 哲学历史文学的专业 探索极星在各领域中的背景 美感还有相关的动机 所以像刚刚在讲的 我们知道了说牛顿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 牛顿呢 他就是认为感情知觉是由神经振斗而产生的 而认为是肌肉反应的传递 来自于神经心理管里面的液体 那这个东西呢 在文学记载里面 也发现了 刚刚讲到大量音乐作为兴奋疾病的记录 那也有在美术史当中 音乐家也常常以精神疾病患者的形象出现在画作里面 那跟随这一连串对照历史的交流研究 在如今神经科学与音乐领域的融合中 我们发现音乐极星它其实会刺激脑部不一样 与演奏的时候不一样的部位 而这些脑部的刺激的部位 它与阿兹海默镇的研究相关 所以在如此的领域融合当中 也为了也带来了古典音乐演奏理解的诠释方式 很大的转变 我们那时候一直以为说 Footage就是大声 Piano就是小声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肌肉的反应 可是作曲家呢 他们并不习惯有文字上面的写在谱上面 Footage Piano就是他们能用的语言 那其实所以Footage它不一定 它就是大声 它可以是雄伟 柔弱 光明 阴暗 坚强 悲伤等对比 肌肉刺激下面的对比情绪 所以呢 这样子的技朴了解 它改变了我们的思维 直接的扩展对于曲目的理解 演奏的诠释 也为了音乐教学法带来了本质性的改变 那在进一步从领域融合 迈入对跨领域以及两者间关系的讨论之前 我想先理清一下心这个字的概念 心音乐呢 在每个时代都有 心指的是作品在当天 当下 当年或是当代中 代表时代的突破性创作 换句话说 作品或想法在当下为心 但是在发表之后 或接受批评之后 这作品就过去了 而在领域融合的相互流动间 与不断来回的驱动中 会持续的产生心意 由此心意激发而跳出既有框架 所建立的模式 则方为透过领域融合开创的方向 举例来说 关于音乐跟舞蹈的合作 或音乐与文学的合作 这样行至少在文艺复兴时期 就是一个常态了 若是在现今的音乐会里演奏21世纪以前作曲家的作品 加入了舞者的合作 此乃静态的平行的多重领域合作 换句话说 若没有相互产生新的想法 形态或想法 这不属于流动性的领域融合 而当艺术家以个体出发 凭借经由融合的思维 进而以非原有的专业领域形式产生艺术 或是在作品上产生出突破性的新的形式 这便是朝跨领域迈进 总结来说 跨领域便是在时代产生的问题下 驱使专业领域融合 然后并不断的突破 形成新的观点 并且回过头来挑战原来领域的定义 与界定范围 它是一个立体的来回的 然而在台湾常常会使用跨界这个词 来代表静态的多领域艺术家 动态的领域融合 以及具有跨时代性的跨领域 然而这些词汇所包覆的不同面向 在概念上并不适合相互混淆 跟字役的诠释 那跨界这个词在音乐上的原意呢 它指的是融合不同音乐风格的 演奏者与作曲家 那以我的观察呢 大部分的表演艺术创作者 我当然不这么在乎这些定义跟规律类 但是然而呢 我们以一个跨域艺术 它在国中所主办的讲座 例如说它讲的是跨什么跨领域 它就是将融合跟跨领域的概念混淆 并且解释利用实验性的音乐跨界 来发展艺术领域融合的可能性 讲成这就是一个跨界 但是实际上这个观点也不是特例 它只是呈现出目前台湾在融合 跟跨领域的一个普遍的面向 那艺术团体它大部分都是以契约的方式连结 也就是说每次演出大多是由不同的表演合作者 所构成那台湾目前有很多有志于打破音乐疆界 以及尝试跨域自由度的团体 都是以这样子的合作来申请预述的经费 聚集各界的高手来平衡保持与学界中的平衡 那这些作品会随着演出者的审美 演见合作能力以及时代的趋势 而呈现融合上面的心意 产生跨领域的火化 但是呢很可惜是这样子是其实是缺乏长远的规划 以及缺乏艺术性的脉络下面 有可能导致许多华尔布什的宣传 以及随机拼贴的作品的产生 使大众对于跨域产生许多误解 还有审美的疲乏 由此可知呢 跨领域它需由原专业领域出发 因应实际需求与其他成熟的领域合作 不论是个体或取体 所要付出的满足的条件 以及作品成熟的时间 皆非短期便能成就的 那文化间的关系与上述同理 跨文化就是在深入了解 并认同自己的文化后 随着时代审美价值变迁 与个人机运背景的变化 激荡运出新的艺术作品 那近年对于关于流行的跨领域 跟跨文化的讨论 不仅要归功于时代背景 所孕育的深的蕴含 那确切来说 它其实更需要建立在 表演者跟学者诚实的基础上面 也就是说要不断的询问自己 清楚的审视自己 在了解自己所处的政治时代 还有历史文化的前提下面 才有可能肩负不可避免的严苛挑战 或者是非难 那以下我就是从不同的交流程式 稍微很简单的解释一下 音乐在艺术文化交流中的脉络关系 那多重文化的多重顾名思义 它就是有很多种摆在一起 但是彼此之间并不会有交流或是影响 例如说你们家巷口有一间日本的杂货店 你会去日本的杂货店买东西 买它的零食 但是你的生活当中 你并不会跟日本人有所交流或生产 那像太阳马戏团呢 它会以多重文化来形容他们的音乐制作 它还不会用到融合 那文化融合呢 就是说当一个社区里面 它有很多不同种的文化 而且他们互相间会交流 但是呢 这样子的交流呢 并不会改变本体文化的特色 那像日本跟韩国啊 他们就是在音乐上面的制作 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他们会有其他元素 但是它不会改变它的本体的文化的主体 那泛文化跟跨文化 在台湾呢 都是trans transcultural跟cross culture 在台湾都翻成跨文化 那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很简单解释一下 泛文化呢 这个泛呢 就是通用 就是beyond的意思 那泛文化就是 在各个文化之间 我们都会讲到这件事情 我们大家都理解 例如说我们讲到古典音乐 可能一般的人都会讲到说 哦那就是西方的啊 交响乐团啊 就是他们这样的古典音乐 可是在我们研究 跨文化的时候呢 在讲到chorus 其实它不是只有同质性 那个荧幕有盖住 它其实讲的同质性 跟意志性 这个意志性呢 才是跨文化里面要突出 要尊重的重点 例如说 刚刚讲到古典音乐 我们但是对于 像对于我来说 古典音乐 它不是指的是西约 古典音乐指的 只是18世纪 这一个时期的音乐 那对印度音乐来说 古典音乐 它是印度的传统音乐啊 所以这个跨文化的跨文化chorus 其实它是在讲的是 意志性 又讲到了 艺术大影响性呢 是否与文化自我表述 有直接关系呢 当然有啊 其实呢 就是像这样子的历史演绎法 它可以通用到各个的文化 像其实我们刚刚在讲的一些主题 其实我希望也相信 各位有一些连结 那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 学者林宏章便形容为 台湾的艺术形态是一个前卫跟保守 现代与后现代 精致与庸俗 在地与欧美的杂样美学样态 一种现实过去和未来投射 同时开展着意志空间的当代性 那对于我们原生文化的连结性呢 陈慧山教授 他也在2007年提出了建议 他认为说 当代音乐艺术工作者 必须先认清自身的传统 与内在特质 并掌握自我与其他艺文化间的共同点跟差异点 才能与周遭日新月异的世界交流 进而建立自己独树一格的新文化视野 那其实不只是当代音乐艺术工作者要认清的 尤其是传统艺术工作者更需要认清这一点 我们除了要认清现代 我们要认识传统 我们也要认清现代 才能够在现当代跟传统之间有所连结 好 在讲了这么多理论背景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讲到作品融合时候的 关于听觉认知的内容 那我们先看一个大概20秒的影片 我们下期见 好 那多重文化背景的音乐交流 其实是向尝试与不同 使用不同语言的人沟通 所以听得懂 它是交换意见的首要第一个关键 在音乐上面听觉的沟通包括 从想象的声音到具体的听觉 再把它转化成演奏时对于声音的控制力 直到将声音的美感融合呈现在音乐表现上 这一段过程如此般述说的过程 那有别的图 它其实是18世纪的耳朵解剖图 而在此意象与具象的来回沟通中 也就是从想象的声音到实际听到的声音 你要来回去沟通调整 创作者演奏者甚至包含了听众 三角形黄金三角 在美感平衡与诠释的过程里 会持续产生并调整 如何听 我听到到底是什么 我要如何解读 我听到这样的奇怪的一个声音的组合 然而每一种音乐文化间对于听觉的信念背景各有不同的方式 也因此对于听觉的美感也不一样 因此多数的音乐交流作品只能停留在短期的发展 静态的平行与多重音乐各自表述的阶段 那包括我们最第一个阶段我们看到的那个Apropodan 意大利制作人在布丹所制作的歌剧 其实我们严格的审视 它的内容是以西方歌剧的形式为主体 以改编的方式加入当地的文化与特色 其实它是多重领域的表述 它并没有 它可以说是进到融合的尝试 但是它并没有因为融合所以改变它原本的艺术形式 若要实际达到动态的对等交流 突破音乐形式的范围 并且产生新的跨文化或是融合的创作 除了需要时间 那也需要演奏者参与不同程度的创作 或者是创作者实际参与演奏 共同成为演创者 换言之就是必须透过听觉沟通上的重新的学习 直接使演创者将声音美感重整 而经验丰富的演创者 我们这里来讲就是台湾有一些非常经验丰富的极星演奏者 则可以迅速将听觉接受到的刺激化为演奏时的具体表现 呈现出有新意的作品 那关于听觉的认知呢 我这里就以历史时代演绎法来做一个解释 我们其实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呢 就已经破除了绝对的影感 所带来的一连串的假现象跟假学旧的迷失 那我们以16到19世纪前起调音的方式来说好了 皆以相对音高于为基准 因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 在书界的记录啊 还有分析的研究里面 包含了包括以标准音为主的 A的记录 管风琴的记录的 有那个A对于348 392 409 415 524赫兹的使用记录都有 那一直到英国小号家John 他在1711年发明所使用的调音的低音管Pipe 他其实那时候发明的调音的 也没有说有一个音高 它是一个标准音高 他这个标准音高不一样的原因呢 其实包含那个时期的地区 对于他们的丈量的单位 其实是用Foot 但是他们对Foot的规范又不一样 然后所以各地区 他也有偏好的音高美感 还有音乐学关系 例如法国 他就偏好比较低音的一个美感 那加上手工乐器 才只容易失到温湿度的影响变化 所以在目前保存的古董音差里面呢 除了1815年是432以外 其他的音差也有392 409 415所制定的音差 到1834年 德国深学家向那个加拿大物理学会 发会提出音高等于440的概念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1834年 440使用的并不普遍 在1850年前后 十年间巴黎阿威延纳 米兰德国 都有使用420到450的进入 那其中使用较高的标准音 产生较明亮较大的翻音张力的常识 超出了声乐跟管乐器的施展范围 所以造成了许多人的抗议 所以法国在1859年 就将标准音定为435 然后后来呢 英国皇家音乐协会 在1896年的时候 又认为说法国那时候定的时候 是根据双黄管 在设施15度以下所定出的 那可是应该要在设施20度的时候定出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制定标准音为439 但是因为439在压电金设备 不容易产生植数 又跟数学有关了 所以在1955年到1975年 国际标准组织ISO才定为440 然后所以音叉这个图呢 音叉的形状代表目前保存的音叉物件 那颜色深浅代表常用性 那至于由于A392 415跟440 三者间它是半音关系 440A 415A 392 所以呢每个年代这三个标准音都有在使用 尤其在有些古董的键盘乐器 你只要把整个键盘往平移一个 它就高了一个半音这样子 所以这三个到现在都还是蛮常用的 那但是在有些古董乐器上面 如果你把那个音调高要调到包括440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音不准断弦的状态 由此可知呢 音高的产生到标准音的字体 皆为相对值的对应关系 而不是绝对的关系 那所谓的绝对音感实际上是狭义的概念 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这里所讲的音感 其实跟脑神经实验的这个绝对音感 是不一样的事情 这个Absolute Pitch 这个在音乐上面使用 跟他们做研究是讲的不一样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在讲现代音感的训练 它其实那个时候是狭义在钢琴上面 以440或是442的基准上面 训练出的绝对音感 我们先不用讨论出老师或是学生 能够听得出440跟442基减的差别 那也有些请我们在自己在练习音感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不准的 它不一定就是维持在440 所以其实这样子 它是强调一个分数评价的音感训练 它失去了真正听觉能力 与音感的实用性 并且会造成听得懂的假象 就有些比较技巧厉害的演奏者 他觉得说我是有绝对音感的 可是其实他听不到 就实际上在欧美古乐团使用标准音高 它不只有440 它415 430 432 或是美国乐团440 432 然后德国澳洲它是443 那柏林爱乐演奏现代作品的时候 也会是用到445 所以这个绝对音感训练的时候 有些研究者他反而会没有办法换把位 会造成说他听到的音 跟他想象的音就是意象跟具象的音是不一样的 他其实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状况 那在我们的戏上面 降受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大家把绝对音感这件事情拿掉 也就是说音感这件事情 我并没有against 就是排斥绝对音感这件事情 只是说绝对音感这件事情呢 它不只是针对一个音高的直觉的序面 它应该要被进一步理解为 具有沟通性跟基本声学常识的听觉认知能力 也就是说听觉认知能力在音乐训练上 需要包含的内容 就是标准音高跟频率的关系 泛音跟声音排频的声音 还有音色跟声音波形 音程还有音律 当听觉跟物理认知能够融会贯通的时候 演奏者或是创作者 更能够确实地运用声音沟通能力 在乐器的语意上面展现乐器 以创作者者本身的技法 并且运用泛音音程的色彩 还有音程的音律 音律充分表现音乐表现力 在多元的音乐背景中 才能做深入的共通跟讲 频率呢 它就是指的是声音在空气压力中的变化 频率的单位是赫子 1赫子就代表 一秒内振动次数是1 那声音有空气介质的震动 产生压力的变化 压力变化频率越高 声音就越高 那音高中频率最低的乐器里面 频率最低那个就是基音 A415赫子 它就代表着说 高音浦表中的第二个 这个A的音 一秒钟震动了415次 也就是说 A等于440震动的次数比415还多 但是从乐器的演奏角度来说 每个乐器的音箱设计 使用材质发声方式 其实会产生不同的张力跟频率 因此每个乐器应该要有不同的合适的基音 那以A442在钢琴这样的钢鼓结构 与它的七个八度的音域 包括它的音量正幅传递距离远 所以呢 使用A442或是更高的频率 对钢琴乐器来说并不是问题 但是相对而言 A442对于许多传统乐器和民族乐器来说 实在是过高 无法使乐器舒服地展现音色上面的特性 甚至会产生断旋或是不稳定的音准 因此呢 在遇到多元文化背景的乐器合作的时候 首先需要先找到合作乐器合适的音色 还有基音 还有应该要依照乐器的年代 演奏听大小来找到合适的音高 那以大剑琴跟古琴合作的经验来说 古琴的演奏者林世佳先生 他选择以思弦取代钢弦 大剑琴的音色比古琴还要亮 然后呢 思弦呢 它又比较音量又比较低 所以我们那时候互相沟通下面发现 甚至A等于396 这样子的音域是最适合我们的合作 那实际上不仅是古琴乐器 在华彩的计划中发现高虎二虎马头琴 甚至销这些弱端乐器 442来说都太高 会使每个乐器失去 它最合适的音色展现力 那对 但是反过来说 对有些木底乐器来说 笛子的硬高 它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升高 演奏者 无论是在彩排的时候 先是以440 可是他在20分钟演出的时候 他的乐器就变高了 那但是键盘乐器如果那时候是以440来调的时候 两者就会产生音不准 我们虽然没有要强调绝对音感 但是绝对不能音不准 所以呢 金乐丰富的键盘演奏者或是木点演奏者 在合作的时候 甚至键盘演奏者会先将音高 先调高 然后到演出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两个乐器才能合在一起 另外呢 不同的音乐文化背景信息交流的时候 需要把音乐相关理论知识 转化成实际上可以使用的音乐语意 在演奏的时候可以运用判别声音拍屏 也就是一秒钟听到声音波形振动次数 来掌握音乐速度 尤其是在乐器 乐剧结束或是情绪变化的时候 那这个声音拍屏呢 它本来是要拍一个影片的 但是学校电脑当掉 所以就没有办法演影片 那请大家有耐心的听我用讲的 把这件事情讲完 声音拍屏呢 就是我们在调音的时候 两根弦 它中间不会产生嗡嗡嗡嗡嗡 就是准嘛 就是说你在调八度音 或是纯四度五度八度的时候 你是听不到声音拍屏 中间嗡嗡嗡嗡的声音 那所以当这个纯四纯五是纯八 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来训练 来分辨泛音 然后还有简单的倍数的关系 那可以从这个没有嗡嗡嗡 到一秒钟有几个嗡嗡嗡嗡嗡嗡 这样的听觉的训练 我们就可以来分辨泛音 怎么样控制泛音 还有怎么样在合作的时候 找到与合作乐器中 最舒服的泛音的呈现方法 那在同样的标准音高下面 不同属性的乐器 有不一样的波形 每个乐器有不一样 这些波形就代表着音色 音色可以使听众分别出 乐器的声音特性 而乐器的音色取决于 所强调的泛音 根据演奏者波的技巧 可以强调不同的泛音 也就是说 这些泛音相互之间的相对取舍 决定了乐器声音的风味 颜色或是音调 在一个音符的持续时间内 这些泛音的强度 很少是恒定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同的泛音 可能以不同的速率对减 而导致泛音的强度上升或下降 这与声音的整体音量是无关的 即使在一个音符中未经音乐训练的听众 也可以听到这样的变化 它是很细微的 而不同的促建与演奏技巧 可以使音符的音色展现不同的感觉 那在重奏的时候 运用乐器音色所产生的声音波形 是交错或是协调 或是你就是要强调中间 那个嗡嗡嗡嗡的美感 对于演奏者或是听众 其实可以带来听觉上不同的感受 那以大剑琴跟胡琴所合作的作曲 巴洛克杯歌为例 大剑琴呢 以数字定音和中弧 二弧高弧的演奏 便是充分的运用乐器真的音律频率 以及泛音长度 那我们是以D等于294作为标准音 然后来调音 我们不是用A来调音 然后再保持纯音层间的长音 或是细微分叉出的泛音的流动的对话 其实我们有在这样子玩 那我们也会避开鼻子的音域频率 凸显音色在某个频率之间的互相效果 那值得比较的是这首巴洛克杯歌 我也曾经以平均率 然后以及以作曲作曲的方式 让大剑琴琴琴 小汉二胡的配器来呈现 可是就没有在 没有我们是以玩泛音这样子的一个味道 而且无法产生乐器本质音色间的互动 缺少音乐家所代表的文化背景 与译沟通的过程 也就是说 就算乐器音色组合能够产生新鲜感 实际上并未产生新的语意 在多元文化音乐中 如果强迫使传统文化乐器 与现代国乐器使用西方平均率 或是西方作曲手法 往往会产生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好 那我们就放松一下来欣赏一下 这个玩泛音的巴洛克杯歌 可以帮我来玩泛音的巴洛克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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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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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以目前普遍平均率训练出来的听觉习惯 并不会听到纯音成还有泛音 听不到 那我以排湾族使用族子制作的双管笔 双管笔 来做境外进一步的解释 那图是林晓峰先生 迪月研究者他自己制作的笔笔 有两个笔管 一个是没有音孔的副管 所以没有音孔的副管 它是以降低音为基因 它会产生一系列的翻音列 自然翻音列 但是它的主管 是利用平均率所设计出来的音孔 它会产生什么 自然翻音列跟平均率产生的 同样的降低 F跟D 是中间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声音拍笔 因为这两个音它没有办法match 所以呢 但是它又不会在听觉上面产生音不准的杂音 因为笔笔这个乐器的音色 本身就是在玩很多的翻音 它还有一种很富有很温暖的美感 但是它跟大剑行合作的时候 哇 大剑行这个乐器在调音之后 音律就固定 它无法使用演奏技巧 会来调整音前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我们知道这两个乐器的特性之后 大剑行在演奏的时候 就会避开所有的降B跟F跟D 这些在笔笔主副管上面 已经产生交错翻音的音 另外两个乐器呢 在音乐语言上面的相同处 是在于笔笔音阶的半音低音 和大剑行顽固低音的模式 它会产生一种 非常神圣的悲伤 还有低音的泛音 它会产生战音 然后还有一些非常神奇的和声 所以呢 我们就会运用这两个的相似性跟相议性 来做凸显两个不同属性乐器 在音乐语言上面的特色 好 我们就来听听看吧 林晓峰先生的笔笔 与师范大学民族音乐所的同学们一起合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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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听到这里为止 那接下来对于听觉的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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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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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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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